加上保护的话 你可以取消 取消你可以把密码输入上去 不过刚刚同学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密码怎么还在 不是密码 这个公式还在 主要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先全选 全选这边 按右键 出现格式你先做一件事 我的习惯是先把它全部都锁定 也全部都隐藏 那关键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保护公式的话 一定要什么 隐藏要打勾 我先做全选 全选之后先把这两 然后也许再做什么 这三个 对 再取消啦 也许我前面好像也就是这个再 那隐藏看你要不要隐藏 如果你里面也没东西没差 反正有没有打勾都没关系 OK 然后你再去做保护这样OK了 这个方法的话其实蛮重要 因为在蛮多 甚至很多分店啊 很多可能很多公司 他们都自己前端都自己做自己的 没有人去统一的话 那未来呢 去收到这资料 要去做后续处理统计分析的那些人 其实就很头痛了 为什么 光要把这些格式全部都统一 那就是一个麻烦 而且有些人还有输入没输入等等的问题发生 好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待会就是说 我这边可以输入 他会自动带出这两个 这个输入自动带出这一个 然后这样子没问题 可是呢 如果我下一个 这边没有公 这边有公 这边没公司的话 那就问题了 那怎么办 那你还要再下拉一下嘛 那你要跟使用者说 我只有拉到哪一列哦 底下的话 请你自己再增加吗 但不太合理啊 所以未来如果说呢 你不想要怎么样 预先藏一些 这个公司在这里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用什么 用那个VBA来做了 那VBA要怎么做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VBA里面的 所谓的事件 这个事件触发 什么事件触发呢 开发人员里面 第一个呢 切到VBA里面 第二的话呢 找到这个工作表的对应物件 原始资料 找到原始资料 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change的时候 那我可以去检查什么呢 打开了吗 这个应该有讲过吧 然后当这个工作表 被change的时候 会传入一个什么呢 传入一个这个target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引述物件 这个引述物件里面 告诉你什么呢 第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变更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哪一个 那你如果 你可以去判断说 如果是哪一栏 比如说是B栏 B栏的话呢 你可以用target.column 等于2 如果是第二栏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如果里面变更 如果它里面是 放了一个资料 那我就去抓 target.rol 然后呢 在它的同一列的A栏里面 塞入什么 塞入公司就可以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呢 这个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把这边这个试试看 然后你想想看 利用target target其实里面的话 就是基本上 把字放大一下 这字太小 选项撰写风格 这边有一个 当然target里面的话 有哪些属性 就是你大概打一个target 点 现在它因为还没執行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 里面的话可以用它的 去抓它的column跟那个roll 来去做后续动作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刚刚提到就是说 那如果我说呢 我今天这边呢 假如没有公式 而且呢 我这边呢 也是没有保 没有保物了 所以这里面是空的 确定是空的哦 那如果说我完全是空的 也没有写任何预先的公式 但是呢 下拉清单的时候呢 它却可以怎么样 自动带出来 有没有发现 自动带出来 这边呢 自动带出来 然后呢 一样哦 跟刚刚流程是一样 不过最大不一样 是我没有预先写公式 有没有 这个感觉有点像变魔术一样 没有没有 通通没有哦 你看哦 它就自动变出来了 那为什么它可以自动变出来呢 有没有 自动输入 自动带出来 主要的原因哦 所以将来如果说 你想要学那个 自动带出资料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 反正你就 照着那个模式去run就可以了 因为我发现这个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哦 主要因为YouTube频道上面呢 看这方面的影片的人特别多 而且留言说想要学这部分也特别多 所以那我就 那这也一个大数据啦 所以YouTube上面的一些讯息 也提供给我很多的参考 因为我也比较知道说 到底大家现在想要学什么 我一看 哪些人看哪些东西 它会不会有数量吗 一看就知道啦 所以 这样而然也比较知道说 我未来可能开课的重点 也许在哪里 当成参考 这个是在用在教学 大数据用在教学上面的应用 那这样我至少 我也可以比较清楚说 大家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所以你们未来也可以啦 比如用在 什么产品的销售上面的话 也许你也可以怎么样 弄很多 弄很多的一些产品介绍 看大家哪一个部分的产品介绍 最有兴趣 那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 大家都有关心嘛 而且那个数量多到 非常多的话 那显见大家 非常的有兴趣 那你就什么 叫做 投其所好 有没有 投其所好的话呢 这销售量一定是最好的 OK 然后你再针对大家都有兴趣 再创造一些话题 哇 那不得了了 这整个产品呢 自然而然 就大卖了 很多的东西 知水黑卖都是被炒作出来的 各位可以感觉出来的 炒作 台湾人真的很会炒作 而且一窝蜂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假的 很多的讯息 你以为 你以为的那个观念啊 或者是对错 其实都是人家一直给你洗脑 洗脑 洗脑 洗脑到一个程度 连新闻都是假的 假新闻很多吧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说 我那个 你看到那个新闻哦 其实它在置入性行销 一看就知道了 但我们常看 我知道啊 这是置入性行销 但一般不知道 还以为啊 对哦 最近流行什么 其实那流行都是被炒出来的 那你会 而且台湾其实还蛮特别的 台湾又比其他 其他国家 又更加的 呃 什么啊 比较容易盲虫啦 我讲可能比较白话 所以呢 如果只要一个领头羊 后面的全部都跟上了 所以你以前听过领头羊嘛 什么叫领头羊 那个羊哦 如果最矮的话 像西藏有没有 有那个领头羊哦 就自己就往下跳 就你知道吗 整群的羊 全部都掉下去了哦 大家就叹为观止 怎么会这样 因为羊是非常盲虫的 那在台湾也是一样 哦 OK 你不要以为 我只是举例啦 所以只要有人 所以为什么台湾很喜欢有代言人 什么叫代言哦 代言就是 其实就领头羊嘛 你看他都 他都买那个产品了 他应该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OK 好 那题外话啦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自动带出一些资料 那里面的关键在哪里 第一个我刚刚讲过 你要切到开发人员里面的那个Visual Basic 那Visual Basic里面到底要写什么 首先第一个原始资料里面 那我其实程式写在这里啦 不过呢 写了这么多 这边先删掉 每一个来看 我们先从那个判断第二栏开始 那怎么样判断第二栏 判断第二栏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先把这些可能里面 当然我可能我不知道程式怎么写啊 我刚开始可能可以先把什么 先把一些注解打上去吧 OK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 判断必然 是不是 就是变动的是不是必然 你可以用什么 Target.column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点column你可以点下去 Target 只要就是那个引述的物件 它里面有很多个属性 当然这边一堆啊 属性嘛 跟方法 那其中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它里面 变动的是哪一栏 你可以用COLUM 这个column 那column后面的话 基本上 是第几栏的数字 所以后面我放了一个数字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是变动是哪一栏 你就加一个数字就可以 记得 不过这里我记得 它是不能用那个B 就是文字 因为它会传 column里面呢 只会传一个数字过来 这是固定的 因为它里面已经就是传 传数字 所以你就不能把它变成 那个一个B 那就加上什么呢 如果是B 那做什么事呢 就是 把它同一列 所以同一列的话 其实同一列就是Sales 同一列的那个 这个储存格 那我要把前面这个储存格 里面呢 做什么呢 放一个公式 还记得怎么放公式吧 储存格里面放公式 那哪一列 在跟那个变动的那一个 同一列 Target 所以你就打Target.Row 这边有个Row 意思就是说呢 再跟它同一列 比如说我查 那跟它变动的一定是 这一栏 第二栏 跟它同一列是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它是Target.Row 就是跟它同一列 23列 一样嘛 23列 哪一栏呢 那就A栏 这边可以打A 比较简单 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置串 这个空置串是丢什么呢 丢一个公式进来 什么公式 就是它里面的公式 这里面的公式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 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从那个 我刚刚在这边好了 这边这个 把这个公式丢进来 那这个公式的话呢 就是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那复制之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把这个地方贴过来之后 我前面也讲过啦 如果你要把一个公式 放到里面的话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已经有双引号的话 把它怎么样 改两个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两个 双引号改一下 好 这样OK了 那不过你会发现哦 再来就是说呢 它这边会抓Row-1 直接贴过去 那就刚好 OK 这样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其实只是找把公式贴上之后 前后加两个 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OK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再变动 但是 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这样会比较看得清楚 因为如果跑完之后过去 你可能看不到 我们把这边玩具好了 哎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触动的是哪一个 是不是第二 第二 第二栏呢 那这边你有没有 column 点 得2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 两个箱 match match的话呢 就跳这边 那跳这边之后的话 我要在这边输入什么呢 它的编号 那编号的部分的话呢 是哪一个编号 24 刚好就什么 你会发现哦 这边是Taget and Roar 24 刚好就是抓这个 那它的前面 不就是A24吗 那不就这一个 放什么东西呢 放这个公式 所以公式直接帮我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按F8 有没有发现 0023就过来了 看得懂吗 OK 所以其实不难理解吧 城市也只有三行 对不对 好 好 那第一个完成了之后 再来第二个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隔壁这个怎么办 一样嘛 对这样子 Ctrl C Ctrl V 那哪一栏呢 C栏 对不对 放什么呢 放那个V的函数 在这里 那因为我刚刚 那个品名对照表 因为刚刚那个本来我用选的 可能要锁定 所以后来把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改成叫品名对照表 OK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用我云端上面的公式的话 记得把这边 这个你可能这个名称给它建一下 那我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贴到哪里呢 贴到把它盖过去 那一样嘛 你要做什么事呢 一看一下有没有双一号 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我之前有讲过啦 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有列号的话 哪一列呢 23 你会发现它23 可是它给点落多少 24啊 有没有 就是 我们要输出是输出到24 可是它如果23的话 然后变成是抓那个什么 抓的是23列的这个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23怎么样 改成24 其实就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 改到23里面 但是呢 你这个东西要直接放进去不可能 不可以嘛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要把这个本来是完整的字串 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中间放什么 放它 但是你又不能直接放 所以你必须用endend OK 这个概念应该有啦 其实我发现好像程式 大家最头痛还是串接啦 其实你会串的话 后面程式就简单了 真的没有很复杂啦 其实我的程式尽量 我一直强调说 我写程式 因为为了 让你们好理解 所以我尽量程式越写越短 以前可能写很多 现在越写越写 越写 能够不要写 就尽量不要写 而且呢 第二个是程式越直觉越好 你看我都是放在旁边 只要你懂的逻辑 而且熟悉这个方法的话 要写出这个东西 基本上应该很简单啦 OK 那我们来改给各位看喔 怎么样把它放进去 一 先把它切开 切开的话就是 这个串前面 这个串后面 本来是一个连续的 把它分开来 那中间的话呢 用endend的串接 然后呢 再把什么 把这个target.ro放中间 复制贴上 Ctrl 键按住 然后end前后 加上空白 好打完了 程式写完了 OK 来放一下看看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 它没有walk 为什么 因为它还在中断 中断模式 好 这边的话 让它跑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直接来把它改成 X 这边还在 玩具 CD 有没有 它这边都会自动去 重新在 里面放什么 你会发现 它会动态的去抓什么 抓这个 把它的公式丢过来 丢到这边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吧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把它删掉的话 它就会 理论上它删掉 它应该也要删掉 就跟之前一样 所以呢 要不就是说 你的公式里面 也要做 也要做那个 什么呢 那个if if 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这边 当然 要不就是你用 那个程式来写 不过我发现 应该 这边放好像比较 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我们要在VBA里面 写if 好像比较复杂 所以我这边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加上一个 刚刚的公式 就是if 那个 这个地方等于空的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 就是空的 反之的话呢 就是 OK 那这个公式呢 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 剪下 复制好了 复制 然后 贴到这边来 这边 然后一样改哪里呢 改刚刚的这个 这个列号 跟这个列号 所以呢 改两个嘛 其实改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用复制的就可以了 这边 其实你就是 照类似的做法啦 或者你被 什么 双一号 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移到中间 然后把这边 Ctrl C 这边呢 把它Ctrl V 然后这上面 这个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if 这边一样 把这个公式 把它剪下 然后 用插入一个if 如果这边 等于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反之才去输出 编号 OK 好 那这边一样把公式 不过你会发现 它跟 好像跟 跟刚刚那个 还蛮像的 所以其实 你可以 把 这边的公式 其实部分怎么样 拉到这个的前面就可以了 干脆直接重来 一样 这个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把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忘了 双一号 双一号 那B24 好 程式写完了 其实说真的 这边也不用判断 因为我之前是在VBA里面判断 如果发现这样更简单 因为之前的写法是 VBA还要判断很多格 这边只要 这样就写更简单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好了 至于VBA 之前的 也许可以参考了 我当然程式越写越简单 OK 对你们来说 负担也越少 试一下 这个如果有 查 FALSE 因为我刚刚 公式 好像有贴 贴错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OK 只是说可能 对啦 对啦 因为就是怎么样呢 它里面是双一号 所以怎么样 你要给两个 不然的话 它这边会少 应该知道 这个逻辑了 然后再来 就是跑一下 OK 没问题了 那一样 我待会 又把这个公式 如果 因为本来写的方法是 这边会做 逻辑判断 不过我发现 在这边判断 好像会 写比较多 程式 所以给各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